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我們今天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 香港近日發生的事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速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是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一下政府 或者某人或某機構處事不當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羅龍去蜜 從而提出一些比較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建議我們香港人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是特首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自己會怎樣做? 其實過去這個星期 我在報章上都納過 一直以來都發生過很多 不少的事發生了 其中一樣就是關於教育學院的風波 其實都不是最近這個星期 都持續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看的報章 其實講來講去都沒有什麼要說的 只不過就是講 以前那位教育統秘書長 教育統秘書長 羅范招勳 羅范招勳有一次在一個場合 在外國一個午飯的場合 就說過關於香港的教師的質素 他就說香港的教師真的很笨 有很多教育界的人寫一些文章 批評我們教育的問題 當然觸犯了教育官員的不快 就說這些人應該要解僱他 其實這件事就這麼簡單 因為這樣的行動被人說 我們政府其實干預我們的學術自由 在某個程度上 整個官司為什麼呢 是否證實這件事是否真的發生過呢 或是那些人亂作呢 其實某個程度上 在我們外國西方有個講法 他就說 whoever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給錢的人就點歌仔唱 你在他公司的屬下 他譬如公司想推人某種政策 你在外面就慢地批評他 他當然不開心 要撐你魷魚 其實我相信任何私人公司 都一定這樣的了 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是商業電台裏面 你做些事 你商台的人如果走出去 批評商台所做的那些事 商台一定會撐你魷魚 翌日立即隱形 我覺得在我們這種情況 是沒什麼特別的 但偏偏呢 在現時我們那個教育架構裡面 我認為這個就是 你給錢他 但你就不可以干擾他 他要做什麼 他怎樣做 要不然呢 你就干擾學術自由 好了 另外一件事 他的評論就說 香港的學生 那個老師真的 真的很笨 好了 George 你這方面 你自己有什麼 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 現在大約一般 其實反應很多 我要再補充一句 他當時那個場合在外國 是跟那個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現在的副院長 一起坐在一起 是的 那個教育學院的副院長 是他作公說出來的 他聽了之後就很震驚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震驚 到底香港的老師 是不是真的 他講這件事 是否完全沒有根據呢 我們一會兒都可以想一想 好 George 我現在在一間中學 正在做增潤課程的先生 我是前線工作人員 我是真正接觸到那些學生的人 你是教英文的嗎 我是教的 英文而已 他是怎樣 就是施立中學 還是進學中學 這個我不想說 但是我是負責 我不是他們聘請的老師 不過他是聘請我們 好像是那些叫增潤課程 Supplemental Classes 是 我不是Regular 就是補底 是不是補底 我不知道他怎樣 其實是補底 他們叫補底 或者那些Avance Class也可以 不是Avance Class 他想學生的英文是好一點 不是不夠好 因為我是校長的多年朋友 他知道我外國回來 他知道我英文很好 但你要下課後才可以做 因為如果不是你觸犯條例 要拉審 是啊 入課室要拉審 教書現在不行 我聽周紹翔說 全部要拉審 總之是 我們年輕人的時候就可以 可以找一些很聰明的人 進來教學生 現在不行 就算找你的醫生 你來我們中學 講幾堂通識 或者一些醫療上 不行 我說對不起 你沒有拉審 現在我教育搞成這樣 是啊 所以要教育出來 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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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工會了 red tape 綁住了 所以現在 我是垃圾 以前垃圾的修士 現在垃圾的修士 不能搞的 因為他沒有拉審 校長已經不是修士 是啊 是啊 現在 現在的 有拉審 的人 教出來的學生 以前我們沒有拉審 先生教 可以比較一下 哪些 哪些 教得好些 我可以告訴你 先生是不是愚蠢 我也不敢說 但是學生就是很聰明 我親身接觸的學生 就是很聰明 也是很想學的 問題在哪裏呢 教育學院的風波 其實教育學院的風波 是很少的 一個大病 其中一個病徵 是一個表徵 是一個表徵 大家 在權力鬥爭的時候 你刀我背脊 我刀你背脊 我要刀你背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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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這樣 大家要刀背脊 就是因為他們那群這麼好的小孩 教不了好的學生出來 成績比以前差了很遠 是嗎 我有一個中大的校董 也是中大同學 他告訴我 現在厲害的學生 跟我們講的年代 數目差不多幾多 但是差的學生 差的學生 數目多了很多 即是基數大了 不是基數大了 是有很多人 是give up的 真的嗎 放棄 放棄 你的standard 定得這麼高 我讀不上 我不讀的了 你上去跟我睡覺 我不搞你 你已經很給你面子了 那個態度就是這樣 你說什麼 我又聽不懂 你考試我又不懂 你又是要我讀 我讀不到 那又怎樣 你又殺了我 你又殺不到我 大家就鬥在這裡 拉一句 他的觀點就是這樣 我講一道給你聽 我教一班學生 我教他們article 什麼時候用A 什麼時候用the 什麼時候用and 他們聽過之後 很明白 聽過之後 很明白 我是用全部英文教的 因為我 是不懂中文的 我完全是不講中文的 我扮我是 鬼佬 差不多 不懂中文 但他上你課 那些學生就很有心思 很喜歡 因為我說清楚明白 我問他 我問他 你們學過的 他說是呀 你們是否做過很多 練習 他說是呀 做了很多練習 那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要做 不知道 做完太子 都不知道說什麼 不過就是 他要做很多信 就做 因為講得很快 我又聽不明白 現在你說 你確定 我們個個都明白 那時候 我們聽得明白 我講了一次 幾個禮拜之後 我再回去問他 他們都記得 就是 我 George 是不是那些學生是自願參與的 不是 這些是媽媽逼的 但是 媽媽逼還是學校逼 我不知道 總之有人逼的 但是 他逼了進來之後 看到 這個先生 說得很好 又親切 沒有搞搞陣 沒有搞搞搞 我很喜歡聽 我又經常喜歡玩 你知道 我只是大小孩 他們又很喜歡 好了 我就 認為那個問題 究竟是哪裏 教育學院風波 我不想說 因為這是 茶杯裡的風波 始終因為權力鬥中 當然是這樣的 你打我背就我打你 但是 我希望 講出 香港 你的問題 教育問題所在 其他我不講 我只是講英文 因為英文是我教的 我知道 小學生應該可以學得到 因為英文那樣東西 我自己學日文六個月 在日本 覺得很流利 為什麼英文你可以讀這麼多年 講又講得不好 聽又聽又不行 寫就更加不行 有個調查 做過測試的 中三 A至Z 26個字母 傳出來 80% 搞不定 學生 什麼意思 26個字母 轉了 ABCDEFG 傳不到26個字母 調轉了 FORM 3 不是吧 這個研究有什麼時候做的 幾年前 在什麼學校做 中文學校 不要 就是抽樣子這樣做 一定不是名校 一定不是名校 抽樣子 難以上學 難以上學 不是真的 差到這麼厲害 26個字母 各位 給我多一點內心 讓我看看我的觀察 對不對 我在讀明校出身 我那時候的名校 和現在的名校 教的方法 我相信是 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我又見到 以前的同學 他的孫 也是回到喇叉 我們那時候 進喇叉 沒有人補習 每個人都是靠自己 你不聰明就不要進來 先生 他沒有補課 教不完 就算了 你自己去考 你自己去讀 但是現在 你進喇叉 小學一年級 一文一武 你有兩個program 有一個文的program 一個沒有的program 文的program 可能是 拉小踢琴 之類 沒有的program 踢球之類 最少兩個 多些更加好些 對決度 好了 這個其中一環 其他那些 譬如你 一會兒 小學幾年級 又要做記者 要報道什麼什麼 好了 這個standard 定得很高很高 因為有名校 你不是 怎麼能夠突出自己的名校 我相信是 你所說的 我相信是 他的standard定得很高 一年級 要懂得那麼多 二年級 要懂得那麼多 你的市場 我們可以 這個standard 不知不覺之 大家推推我公司 是 這樣定出來 這麼高的standard 跟我們以前 你厲害 入到名校 你的成績是好 是兩回事 好了 這個這麼高的standard 定了出來之後 其他那些 你跟不跟 你不跟的時候 你怎麼跟那些名校比 你不跟的時候 那些家長會出聲 喂 別人這樣 你又不是這樣 那時候 大家要跟 跟的時候 定得那麼高 那些先生 又搞不定 那些先生 又搞不定 那些學生又搞不定 因為有很多是 沒有條件請幾個補習先生 搞到那些學生 面對一大堆那些 很艱難 辛苦 又讀不定的東西 那他唯有放棄 你想想 是不是 26個字母 不懂的時候 冰封三尺 飛翅日之寒 沒理由讀了這麼多年 連26個字母都不懂 但你推很多東西給他 他根本都不懂 他根本沒有時間讀那26個字母 那26個字母都算錯了 因為 你一早要推好東西給他讀 是啊 他讀過了 我問他們那些 他讀過了 不容許我講 我女兒小學二年級 我老婆大學畢業的 他說他有些都不太懂 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很深 那些 令到這麼高的時候 為甚麼 他不懂很多原因 因為很多的題目 很無厘頭 不是很深 為什麼 有些學生 他只是為了 認識一個答案 我跟他們說 這一句 不是一個答案 你用A的時候 就是這樣解釋 你不用A的時候 就是這樣解釋 可以有兩個答案 他們就像如夢初覺 他們就像如夢初覺 是嗎 他們經常都想 這個問題 有一個答案 有一個答案 不是答案 我就錯了 所以 有一家名校 十丘狀元 有很多個 有十個 外國記者訪問 這不是我講 是陶傑講 外國記者訪問 那十丘狀元 十丘狀元 外國記者問 沒有人發聲 突然間 有一個人經過 他跟他們解釋 他問 你必須要做教授 你先生說 不是 我是一個校工 那時候 校長就經過 他以前 肥了老 他就在做校工 那時候 你可以察覺到 現在的學生 讀書是為了考試 這些全部是 十一 十一 那些學生 十一 那些 十一 那些 我就是 在面試裡 一个表現 就是這樣 真正和那些 鬼佬聊天 那時候 真正對 那時候 真話 陶傑講 我不是 説述 是不是真的 我不是 在眼見 他是在電台講的 我聽到 但 我親身經歷 我周常在上水打网球 那些学生就在网球上 完全没有网球场的礼貌 完全不懂的 我一直以为骂他们 他们猛盛盛地走出去 这些人都不敢回答 我觉得是 这个现象是很有趣的 我亲身经历了 就知道学生不是笨 而且是有聪明 可能比我们还聪明 但是有这样的聪明的人 为什么会整十多年都学不到英文呢 这些是有牌子的先生教的 你是没有牌子的 你起码课如帮他手 你感觉成就比有牌子的在课室教更好 你可以说我英语差不多是没有语 在加拿大生活了三十年 我家里是说英语的 可能是这样的 而且我没有压力 因为我不是有很大的语言 你教了这些 没有 校长任我 你教哪些 就是没有压力 因为他信得过我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不同 如果我是有牌子的那些 就不是一大堆的 那些 你教了他 你教不了他 就没有课 那你就要赶快教 你赶快教 你赶快教得来 那些小孩听不成功的 待会又要用英文来说 那他又听不成功了 那就唯有放弃 我自己的亲身经理就是这样 OK 好了 那你教的那家校长 也算有点良心 他直接是好 找你去赶快一些 他直接是好校长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 经历 就是 那些小学都是这样的 他 哦 有时问一下那些老师 那些小朋友不明白 教了的了 你自己出去 教了 就是 教了 你说过 教了 你那些人 就是大家都在推述 就是这样的 教学院那些人 就说 这个是大家订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 民主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大家的校长 先生 教我们的全程序 一起订的 这个syllabus 那为什么订到那么高呢 这个我就很不明白 这不是真的很高 因为我也听到很多的 就是 那些学校 那些老师 都说 他说现在其实都很 很松的 就是不像以前那些 压式教育 那很多情况之下 这些以前的名校 都是采取了一些开放教育的 所以你说 如何高那些 我就不太明白 他多东西做 他多东西做 我可以回应 那些有弹性自由度的 是的 名校的 转了直肢的了 所以 George 刚才你说的那些 是直肢学校 因为他可以interview 一些学生 他可以选学生 他不是津贴中学 不是津贴小学 George 那个不是 不是 不是 他刚才说那些 那些小朋友 要去补习 来到interview 文武两全 那些 是直肢学校 不要紧 直肢学校 就弹性大些 他可以自己决定 那叉好像不是直肢 那叉 那叉已经直肢 是吗 八岁我又知道是直肢 好了 在教育那方面 我想看回我们 刚才 那个教育学院 其中有 有一样东西大家都在那 就是 整天勾出来说 那说 香港的老师 是很愚蠢的 那 那因为开口说 这个人 是他们的老板 那老板 那老板说自己的下属 是很愚蠢的 那就是 他是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这样说呢 那就是 那为什么呢 那我都向 我都问过很多人 就是 对香港的老师 那个 是不是那么蠢呢 那有些人都同意的 那为什么会同意呢 那就是很简单 我们最近大家都知道 就是早年呢 就是我们 读师范这些学生呢 通常都是所谓 进不了大学了 就是那个 考试不够好 那 就退而其次呢 就是读师范了 那 其实一向以来 都可以这么说的 就是通常呢 是入那个 师范的那个 那个水准呢 是比较上 没有一般其他 那些科目那么高的 那所以你都可以 可以假设呢 都是对的 就是 入登这些学校那些呢 通常呢 他可以说呢 在这个 教育那个 那个 那个 游戏之下 那个游戏呢 玩得不是很成功的 就是不是考试下得厉的那些 好了 那问题就是这样了 就是既然呢 他自己本身呢 都是一个 教育制度里面的 失败者 就是考试不是考得最好的 不是很懂得考试的人 那 但是结果呢 他就 我们就依赖这些老师呢 就是训练那班其他的 原来的学生 未来的 未来的学生 那其实玩这个游戏的 要玩这个游戏了 好了 那有些人说 你看一下 我们以前 最近的那些老师 就是要他 考那个英文那个 基基准测试是吧 中英文都好 那发现呢 他们那个 那个合格率是低的 还有呢 还有呢 就叫他考 他们很多时候抗议考试的 游行 游行 不肯考 就是 有时候你想想 我这个游戏规则 就是要靠考试 那你自己都不会考试的 你自己都 这个游戏都不会玩的 那我怎么可以依赖你呢 来教那班学生呢 起码 教识他考试这个游戏先 不要教不教育 都另外一件事了 是不是 学不学多东西 起码这个游戏 他都不会玩 所以呢 但是应该看到呢 很多人都同意这种说法 就是 香港的教师的质素 真的是一般 但是我也看过很多的原状 就是 香港呢 是有一些 有些所谓叫做 就是 那些人工是非常之高的 就是 过千万的 就是 给我们 给我们 他们教学生 考试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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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工是过千万的 反映什么事 这是其他问题所在 反映什么事 每个人都要考A 我跟着再说 在加拿大的现象 大家比较一下 就要明白 那些问题 好 我是70年代的时候去加拿大 那时候 加拿大不是很多有钱的坏人 去的 去的都走回来 没钱找的 好了 那时候 UBC 也不是很难入 所以 整天找的 也会贫富 远述 有钱的区 又有% 入UBC 窮的区 也有很多人入UBC 不是靠什么 又不是靠保责 大家用现存存在的学校 读 读 读 都不用怎么考试 入UBC 平均成绩 平均成绩试就能入 那时候 不是那么艰难 现在很多白人都不入大学 因为那时候 70年代的时候很厉害 你出去 駕駛課车 已经赚钱很多 都不用读 所以那时候入UBC 是很容易的 Simon Fraser 就是那些 那些 好像退休探长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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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尽那些学 那时候 Simon Fraser 是比较差的学校 好了 两间比较 比较 到 大批 香港 台湾移民 有钱的移民 来到之后 好了 形式就不同了 那 他们就聚了去 那些 所谓 他们的名校 有名校出现 那些名校 是什么名校 就是 入UBC 比较高的 那些 就是当地的中学 西区 西区 我应该说西区 就是入UBC 比较高 因为那些 比较有钱 有钱有关 好了 那些人就 买到西区 你家多贵都不要紧 我买到那些区 我儿子就在那间中海澳学校 比如有些 Eric Hanber Churchill 以前 没有什么唐人 几年之后 九成是唐人 那些 陷南买了唐人的屋 被唐人买在那附近 住在那裏 每个都很多补习的 那些学生很多补习 那些唐人都流行补习的 有钱 香港台湾有钱的那些移民 就要聘请很多补习先生 继续这个 他们的传统是这样的 要子女 课课都要A 你九课 A 第十课是B 为什么B不来 不是A 这个心态 就是 要催谷到他 学业成绩 要标青 入大学那些 很多就是唐人 但是 很多他 四年大学之中 他还是要补习的 读大学要补习 就已经是笑话了 你想一下 就是 一个大学生 还要被人补习 是 好了 他们 课语 亦都不可以做工 你父母也不给他们做工 是 那 就是 四年大学完了之后 出来找工作做 因为他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比如说 我女儿 现在三年之中 她已经做了十多份工作 有很多观察经验 那 为什么要做工 因为父母没有钱 家里没有钱 要做工 这些好啊 这些好啊 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环境 造成的 不是出来拌 世界超远 你太有钱的时候 你整成 你偏了一遍 其实在外国 很多家里 就算家里有钱的 十元仔 习惯上 都是鼓励他们 去做些part time job 不是太过紧张 不是一定要有钱 没有钱的关系 华人很少 如果那些拿street A 那些真的聪明 拿street A 不是谷出来的 是啊 外国那些 真的不是谷出来 但是唐人拿street A 那些多是谷出来的 嗯 OK好 好了 或者是这样 休息几分钟下 我们会稍后继续的了 当然我们可以 有时间 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那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这里 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买了回去 在他家里 就每一天都可以 接受到这个 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 可以在我们 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 28824848 好了 刚才我们看到 就是香港这种 读书风气 就由香港人移民了去 加拿大之后 就将这种 读书风气 就带入了去加拿大 好了 对加拿大教育的方面 有什么影响了 第一 突然 你多人想入大学 就算是白人 已经没有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革命 就是 资深革命 很多人都知道 大学 大学 出路是多很多的 很多人想入大学 那 就是 港台移民 就有钱多了 他聘请很多 就是 很多補习先生 就是補习先生 就是補习先生 工晰 于是乎他们就考虑成绩 入学的时候 的优势就大一点 是的 那 就是 白人 就是 入得大学 那些 就多数是聪明的了 因为他真的靠自己聪明 好了 有些白人 就是 家长 那些子女 不能入大学 那些 用银蛋攻势 他们就顶不住 就输给你们 就输得很划算 就是 觉得是这样 是 但是 他们这样 读完大学之后 是对小孩子 是没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 他们根本都不是 读书材料 很多都是 硬硬逼他们 有一个 就是 读完数学 毕业之后 他帮别人 补习数学 他是维生 他英文是说不定的 就是 读完四年大学 他英文是可以说不定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他既然又补习先生 又整个 那他搞不定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讲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我太太做的公司 是 全港最 全港最大的職流 就是全球第三大職流 全球第三大 全球第三大 有几百员工 是 他们请的那些 一定要个个好英文 就是 但是呢 譬如他们请人 就是interview 真是糟 就是那些英文真是不合 真是全部不行 对着 就是寫了封信 都写错了 真是很糟 这个是香港 香港毕业 或者是大学 全部大学 就是外国回来的那些 都是这样 就是他们没有分的 但是很多都是香港才 香港的 所以他们现在都不想请的 除了一两家 就是香港著名的大学 比如港大那些之外 其他都不想请的 真是很糟 我们刚才又说 现在的水准高了 中学又提得很高了 现在大学 入的那些学生 都是越难入 竞争越来越强 但是 结果出来的结果是 不是 发生什么事 你标准定得高 你标准定得高 不一定你的学生的成绩 就是说你要达到这些标准 你才能入到大学 你跟你刚才所说 你个个人都是这么碎 难道你全部都不收吗 那你到底标准是高还是低 你中学 那个问题 所以刚才我说 我不如这样说 冰封三尺 碑尔之寒 就是 你小学中学的时候 都是这样 用这样的方法 来组织那些小孩 他们怎样能够 有好的成绩 他们的英文怎样能够 说得好 没有可能 就是 扔一大堆东西 给他们拿到 那事实 就不是说 现在的水准高了 现在这一般的雇主 的经验 就觉得现在大学生的质素 比以前是差了 最少许文先 好了 但是基本上 他们的解释就是 因为这个基数的问题 现在入学的人 就多了 比如以前中学生入大学 大学生的质素 比以前只有两间大学 是吧 3% 现在就搞到26% 就是 还希望继续扩展下去 好了 他解释了 如果你要找回那3% 大学里面 都会找到3%聪明的人 不过因为其他那些 25% 就是过去就入不了 现在入所了 他用这个方法 就解释了 为什么现在大学生的质素 平均来说是差了 我自己也是 我们见过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professional 就是比较年轻的professional 就是很有名的质素 他寄给我的email 真是 一句里面 最少一句 一个床 在我们的年代 是这样的身份的人 不可能 寫出这样的英文 不可以 一个工程师 甚至一个医生 寫一封email 不可能会这样 但现在很普遍是这样的 好了 让大家看到问题是哪一处呢 我们经常讲讲 这么久 我就说 现在大学生的质素 倍变差了 解释就是 因为基数大了 解释就是 那3%的人 还是存在的 不过其他那20% 是差了 好了 问题解释了 既然我们现在的教师全是专业化的 还有license 那个目的就是 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呢 以前我们是靠自己的 3%搞定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因为有这些专业的医生 特别有license的医生 出现那些畢业的学生 那些先生 都是不行的 好了 那你做到什么呢 拉西尔罗范肖勋 李国璋 李国璋 那些很猛 他是负责那样东西 是的 那他那群马 那群手下 又搞不定 那些年轻 他知道人不是笨 那为什么搞不定 搞不定 就是大家 你又想不如这样 不如这样 不如这样 那他们就想了合拼 就是他基本上 他们的想法就是想合拼 那就是 合拼 有合拼的 就是一般的趋势也是 现在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的 然后由油家学院 原来大学 大学就比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不够 就比石士学位 石士学位不够 比保士学位 就是所有大学 就是一样的了 这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 我们的社会 需要多元化的人 但是我们教育 就是做同一种的人 这个由头到尾 就是我们教育的问题的根源 就是以前都多元化一点的 没错 你看看美国早期的美国大学 有些大学的那些 那些是那些 训练那些 将来名流的太太 seventh sister 那些这样 就是这些学校 有农科学校 有小的liberal arts college 是多元化的 因为我们了解 社会是需要多元化的人 交易的问题就是 我们根本就不是 就是 最基本的这样的问题 都未曾了解得到 就将我们所有的学校 所以就统一化 全部一式一样 变化一样 基于我们说 三个百分比的人 是聪明的了 是大学的人才 二十几百分比的人才 是不行的 那既然是不行的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下去呢 有什么意思呢 我给了专家来教育 都教不了 我们就浪费钱了 我整个教育机构 就是浪费钱了 五百多亿 还要继续加钱 还要注资下去 还要害了兽子 没错 被人说笨 我们将来 再慢慢跟大家分析一下 整个教育问题的重心在哪 OK 好了 我上一次也想说说 就是说 我们报纸有说 新加坡的官员 人工是全世界最高的 最近还要加 原来加几百分比 加几百分比 加几百分比 七十几 那么厉害 新加坡 是的 因为 原来他们怎么去定 人工呢 主要是定 好像五十几个企业里面的 高级人员的人工 拿到三分之二 就是拿到最高位 拿到三分之二 来定的 OK 好了 大家都知道了 新加坡公务人工高 总是高薪养怜 这种概念 香港也是这样 香港也在走这条路 但是被人指出了 其实 最严格的国家 新加坡排第三 最高反而是芬兰 但是芬兰的 政府公务员的人工 一点都不高 所以这种说法 都不成立 也有人说 为什么要向那些 大企业的最高人工 那些高层人员 来作准呢 应该作为一个公务员 是不是应该要看 整个社会 你所做出来的成就 是怎样呢 是不是要看整个社会 贫富渔船的问题 是 现象是怎样呢 是不是应该看其他一些 不是只是说 那些企业的高层人士 的人工 就作为你人工的标准 这个我也是有多少的经验 是的 芬兰不用高身养怜 加拿大也不用高身养怜 没有人敢贪污 由政客 因为言论自由 那些记者 钉得很紧 我说一件给各位听 就是以前的省长 就是NDP的省长 就是NDP的省长 那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 他坐出来 他自己也有 一班他涌躬 好了 他就从政了很多年 然后之前能够上位 那就是为了 補搭那班总等 就给了一个 丹波那的牌 给其中一个建筑商人 好了 那就是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要给一些利益 给你帮过你打江山的人 好了 这个建筑商人 就帮他建了一个 Bulcanry Bulcanry就是屋前面的一个台 就是路有的价钱 好了 被那个记者引导 就是他很久很久 十几年前 那个家在前面 就是没有一个漂亮的Bulcanry 好了 他做了皇帝 就是选入做省长 之后 就多了一个Bulcanry 出来 那就要求调查 拿些单出来看 那些单的 市价低到你站 好了 因为这么少的事 这个省长 就不能够练任了 他是被那些将来弄死了 那你其他那些 你够不够胆做 任何那些 很少的贪污都不够胆 但是呢 你说加拿大完全没有贪污 又不是的 比我知 毒品呢 就 加拿大那个 泛滥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那 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 有些人都认为 就是皇家骑警 人工很低的 由四万多元一年 交币开始到七万多 普通警察七万多一年开始 因为人工这么低的时候 有一部分骑警 相信是被那些毒贩 买通了 那为什么知道买通呢 就是因为曾经有一次 就是那个Vancouver Port 那个Container Port 就是那个货备商码头那里 那些警察呢 和阿斯文匹 就加上一起去 就是想要抓那些毒贩 但是呢 就 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刚刚巧有人搞到可以停电了 停电了之后 那毒贩就很松荣 就完整的交易就走了 这个情况是反映什么呢 就是一定是有内鬼 所以 就是 高薪仰念 为什么要在新加坡做呢 因为他们是没有言论之后的 你 很容易就被政府抓了你 所以我相信 因为是这样 新加坡不能够不用高薪仰念这个政策 我 我就 我就 不如说回香港 Dr. 香港的公务员工 都数一数二了 是啊 香港都是高薪仰念的 是啊 我就形容什么叫高薪仰念呢 其实某个程度上是集体贪污 是 合白贪污 是啊 以前我经常说 74年 未有廉署之前 未有廉署之前 譬如 那个 那个 警察 连贪污 连人工 是15000元的 那 有廉署 跟着 索性加到15000元 让你不用贪污 大家都 起码15000元 那就是 以前贪污15000元 就是你连在夏兰 逗钱 索性 现在政府给15000元 那你不用贪污 那就集体贪污 不合法地 在纳税人里拿 在袋里 就是这个 对外商来说 就 他是不是没了所谓 不是啊 所以成本就是重 香港 香港的 就是政府支出 是佔了差不多20% 国民生产总成 挺厉害的 就是很多 發展中国的国家 全部都是这样的 不是啊 香港全世界最高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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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都是大约14% 14%至16% 政府的支出 佔国民生产总成 香港已经去到 即是他不能超越20% 你看看香港有這麼多整路 你明白很多時候是為了這樣創造就業給那些工人 不是創造,對不起 這些又有得說 不是給工人 是每個部門 如果今年那個預算 你不用完,下一年就減你了 所以是不是都去挖一下路 是這樣的 你說高薪養年,可能表面的貪污可能會減少 對香港一般的做生意來說可以比較公平 但是你看到香港很多斗高薪金的政府機構 我們最近看到 一些工營機構 應用科技學院出現過問題 他們用納稅人的錢可以說都不用本 薪金是高到死的 甚至乎這些科技學院就聘請一些風水佬 18萬 即是應用科技 即是你私人 我不知道 即是你私人工資不理你 那些是納稅人的錢 還有他佔的 即是行政費用佔的那個資春是45% 嘩,厲害到不得了 這樣 你可以看到 即是人工又高過其他 是的 但年年虧錢 是的 虧錢 有很多開支 有些應酬費 有些應酬費 有些被監察看到 是的 應酬費 去應酬費 去應酬費 這個情況 就是總裁自己辭職 是不是 很有趣 這件事就是 原來 當時他們的董事局 對總裁 都沒有任何譴責行動 竟然是打算 將他的 contract 是再繼續 即是續約 再續約 你看到 上一次 Ray 他在說 我們香港電影界的問題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根本這些錢 三億這些電影的資助 根本會浪費 你可以不斷 一次一次一次 重複看到 即是我用這麼高的工 這麼高的錢 來養香港這些政府的公務員 但結果我們看到的東西 是這樣的 好了 最近 大家都開始 都覺得 我們工夫的人工 是非常之高的 有些壓力 想減他們 不是 近來公務員 出來說 你看經濟好了 都應該 加薪 加薪 經常說 減了6% 他又沒有說 說了上半個月 是分兩年減 差多遠 是的 你屎人機構 在前幾年 香港最惡劣 一減是20% 大哥 你減了6% 一說就是慶 你減了6% 還要分兩年 你還有真生點 每一年跳潘 你認不明白 其他很多 那些 那些 還出來說 士氣低落 哇 真是火都來了 大哥 我士氣低落 你減我的薪 大哥 這麼高人工 還說士氣低落 那你自己出去做 是的 好了 很有趣 然後 公務員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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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拼用了一個顧問公司 進行一個薪酬水平的調查 參考了79家私營機構之後 結果顯示 五個公務員的職位的級別 和薪酬水平 和私人的機構是差不多的 我們記得之前 前幾年 兩三年左右 有一個調查 說香港公務員的人工 比私人的 市場的人工高出 兩點幾倍 好有趣 那為什麼呢 一個調查是這樣說 這個調查是另一種說法 當然 背後看看哪個人出錢給 這次的調查 是公務員裏面自己出錢的 找個顧問公司的調查 公務員事務局 公務員事務局 自己做這樣的調查 突出說沒問題 跟私人的市場差不多 我不知道他怎麼計 詳細不知道 他算不算利用的 我們都不知道 都不緊要 算了 我當他這個 對 但你沒忘記 長逢的公務員 平均一年 有兩個月 是有新價的 兩個月 很厲害 他有沒有計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計 多久 你也有二十多個員工 有沒有兩個月 有新假期 我們都是跟香港 原來的標準 兩個星期 就是 很多假期 我很質疑 暫時沒有人質疑 他背後的調查 如何做出來 如何計算 大家的假期如何付 我們經常去旅行 所謂的福利 那方面 是否大家都計算 還是只是看表面人工 好了 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 香港 這個 錢是納稅人錢 是我們的錢 不要刊我們之概 刊得來 我們做出來的成績 有時候 磅水都算了 你就做好一點 剛剛 是不是 一份 一份 十個人做 又說辛苦 外面 一個人做完 都是這樣 剛剛 不可以這樣 還有 不要這樣說 又說 士氣低落 香港市民 都算是這樣 給那麼高工 都說士氣低落 不士氣低落 很簡單 你就不要做 是不是 出去找些高昂士氣 你有權這樣做 但是你又不捨得 墳場 說什麼 是不是 高的 你都懂得說 高你又不要這樣說 士氣低落 這些既得利益者 我們經常在香港 間好大行動 香港出路 經常的概念就是這樣 其實很多問題的背後 原因都是很簡單的 很多記憶的所謂專業人士 是自肥自己 制出的制度 自肥自己 還有很多既得利益的人 阻礙很多真正香港 要可以改善香港的地方 最後我想簡單 大家再探渡一下 香港禁煙了一段時間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禁煙之後 出現了什麼現象 這件事 我想當時大家想都沒想過 我當時我都沒想過 會變成這樣 排隊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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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感覺 我以前在街上 從來是聞不到煙的 我回家的過程中 從來都是清清爽爽的空氣 但是最近我發現 我在街上 不斷地聞煙 每個人都站在有煙灰缸的 垃圾桶旁邊吃 在街上 不是 一直走 一直有人拿煙吃 我個人經驗 我以前很少接觸人吸煙 今時今日 我每一天 在街頭都接觸人吸煙 我每天都在吸二瘦煙 大家想一想不到 吸煙之後的現象 我相信很多人在街上 平時接觸不到這些煙味的人 現在就整天都接觸到這個煙味 避都不能避 問題就是這樣 這些法例 似乎是沒有阻止別人去吸煙 只不過把吸煙的地方 由他一個個人的私人空間 走出大眾的空間 現在我們每天都是吸煙而受煙 不過 我們應該說是早過香港幾年 是全面禁止吸煙 但是那個情況又沒有香港 因為為什麼很簡單 人少 在外國人少 個人都不會在街上走 不過每個人都在街上走路 每個人都開著煙走路 在外國你一開車就走了 幾年之後 發覺病率是低了 好多人因為他這麼麻煩 不如戒掉他 不吃了 不過日本 在街上吸煙又不是很多人 因為室內的不禁止 但室內又不是那麼多人吃煙 不是 在公司裏面每個人都吃 我們去過那些地方 日本吃煙的人都挺嚴重 很多 在迪士尼 不過他們是坐一堆吃的 在迪士尼樂園 他們不會在很多小朋友 走來走去那些地方吃的 對我的分別 現在經常吸二手煙 那不要緊 至少你走得開 但如果你說失望 你走不開 因為那條街是很窄的 香港銅鑼灣的街很窄 有一個報反被人砍 就是他在賣報紙 那些人在吸煙的桶裡吸煙 他就出聲告訴他們 被那些煙民砍他 是嗎? 是 無論如何 可以說 吸煙的人是趕了出街 香港那條街實在太窄 所以搞到 你每天都要聞那些二手煙 OK 好了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和大家聊